新东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见新东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 与未来发展 我是主权叶斯密 今天节目我们要赶紧带您关心最新消息 香港7月1日庆祝的主权移交 25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协同夫人彭丽媛一同出席了 这场庆祝大会 习近平特别强调一国两制 必须要长期坚持 而武官李家超在上任之后 香港将有什么新变局 未来和最新瑞士研调单位所做的评分 同样被列入最具竞争力 前十强的亚洲地区国家 包括新加坡又或是台湾 在政治经济外交关系上 将会如何互相影响 今天节目很荣幸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在香港15年了 博翔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勋辉 小辉哥好 四名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东协知名企业前发言人刘兹林 四名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中金院第一研究所 驻研究员王国成 博士好 博士很好 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带您看一段影片 7月1日是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继五年之后再度亲临香港参与纪念活动 见证新任特首李家超就职 为迎接习近平到来 香港各地严肃戒备 甚至出动新型中国产装甲车 剑池虎到处巡逻 不容许丝毫插错 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近年来足够出国 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1月访问缅甸 这次出访香港虽然不是出国 但却也是他近两年多来 首次踏出中国 展现力挺李家超态度 更显示他对稳定政权的自信 而7月1日李家超接任后 代表香港正式进入警治时代 有人批评一国两制下 导致香港政治已变形走样 但也有人认为 近年的政变是让香港制度重回正轨 不过近年香港人员流出 也是不争事实 光是今年首季就流出14万人 出现人财荒 而外籍人士和当地人流出 导致租金创下15个月新低 反观新加坡 光是今年首季金融保险业人财 年增达到4000人 展望未来 香港自由开放社会氛围不在 在政治经济上有什么新变局 如何和同具高度竞争力的亚洲国家 新加坡竞争互补 新加坡甚至台湾 渴望受贿香港新政局吗 在这期有专家解答 好观众朋友我们在里面看到的是这个最新消息 这是7月1号也就是今天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是出席了这场庆祝香港回归大会 继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的政府就职 会上他也强调一国两制的重要性 并且我们来看到这个面板的下一张 他也见证了新任特首李家超的接任 那么香港的警队全面采用的是中式部操 未回归来做准备 在习近平到来之前 其实他们更出动了装甲车来巡逻 高调进行不定时的反恐 非常的重视这一场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如此大阵仗 因为这也是习近平隔了两年之后再次踏出了中国本土 表达支持李家超 那么接下来政治变天的香港 不管在政治经济前景展望如何 等一下请专家来告诉我们 我们先来看一份调查 这是来自于瑞士洛杉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 2022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 受惠在经济表现提升上带动了香港的排名 是叫去年上升了两名至第五名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排名 2022年香港现在排在第五 那么亚洲其他国家 我们来看到新加坡也上升了两名 那台湾现在是排名在第七名 那么在这个报告中有特别提到了说 香港虽然说现在当地的这个政治上比较混乱一些 但是它的经济表现还是表现不错的 也就是为什么香港的竞争力现在也是在提升的 好 我们再带您来特别关心的是 在香港这几年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香港反送中之后呢 它的GDP还有再加上这个防疫的限制下 是一度跌到了负的8.9% 但是可以看到去年第一季开始就有一个大幅的回升了 在今年的2022年的第一季又开始出生了滑落 等等原因我们来请专家告诉我们 那么另外来看到在反送中2018年之后 在2021年可以看到明显从第一季开始 申请进入英国的签证人数已经大幅的增加了 这是第一季哦 第二季已经可以看到几乎是暴增了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在移出的同时 当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也是哦 交易相当的热络 尤其是来到2021年就是去年的时候 房地产的市场交易来到了二手房 来到了最高点 一年超过了5万户 我们先来请教目前最新的状况 香港回归 人家说是再次回归 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气氛如何 那么香港未来的定位又是什么样呢 我们先请小辉哥来告诉我们 好的 那其实香港的回归是口语 英文是一般会说Hong Kong Unification 那意思就是说香港的再统一 那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并不是这样 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那自权的是采取一国两制的制度 那香港是采取继续维持它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以及英美的海洋法系的法律系统 那这样的法律系统其实是非常有利于营商的环境 因为香港具有海洋法系系统 再加上简单的税制 特别容易发展离岸金融的市场 而且中国透过香港在2000年以后 是通过香港这一个关键地位去进行它的企业 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或是国际化 那我们看到这20年就是有发展所谓国企的海外上市 国企的美元债或民企的美元债在香港上市 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 甚至是中国企业要开始进行它的国际化 以及全球化的阶段 它会在香港设立它的所谓离岸的总部 再透过香港这个总部去控制海外的市场 进行营商活动 那其实他们是采取所谓双总部的营运模式 香港跟中国都设总部这样 对 那这是过去25年的一个璀璨的成就 那我们想要看的是未来25年 也就是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下半段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必须说 就是说在商贸活动上 我觉得未来5年可能是比较没有像过去那么灿烂 因为这些国际化的放松措施 那目前可见的大概该放都放了 该放都放了 而且如果再放就会慢慢触及到 比如说资本是否要自由化 以及未来面对中美贸易战 甚至是可能演变为新经济冷战的这种局面 可能香港目前站队到中国这一对 可能它就不像过去这种窗口的这一种角色 那未来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那我们觉得应该没有像过去那么灿烂 变得比较像是注重内政以及福利国家形态的管制团队 我觉得未来可能是这一种面目 是 谢谢小辉哥 资林这个小辉哥也特别提到 他觉得说未来香港的相貌可能没有那么璀璨 可能还是主动在社会福利面 怎么看李家超上任之后 整个香港会有什么比较巨大的改变呢 过去其实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比较以利益为导向 资本主义的社会跟市场 那在目前二次回归 我们讲这个大家的氛围 可能对他们就有点不起不带了 因为他现在是讲说大家要公平 如果你有能力 你不一定会赚比较多的钱 因为政府会照顾每一个人 他们希望是争取所有人的认同 但事实上没有办法嘛 其实是很明显的 因为香港过去身为金融中心的重中之重 现在忽然要被拔除 或者是说把这个重点搬到所谓的大湾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 习近平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粤港澳大湾区 那他主要是想要削弱 香港本身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过去这个历史背景是因为 英国本来就是做金融起家 所以当然他在殖民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人才在当地培育 也发展了很好的资本市场 但如果接下来要转移的话 的确中国有内需也有资金 他可以不要去香港 但香港大家想想看 在这个英国殖民之前 他可能只是一个中国的小渔村 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小小偏乡的地方 如果没有金融市场 他的确是不会繁荣的 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重点工程呢 我们也发现了习近平 现在的确对不同的区域 有不一样的指示跟措施 那过去习近平一直在 共产的这个教育当中 他一直很强调是文化跟青少年的培育 因为毕竟思想是要需要接班的 所以他们在2017年开始规划的时候 有很多的重点工程 那当时在参观完香港 他在2018年就推出了一个十四五规划 把这个香港冒在其中 那当初香港就从金融 贸易航运 甚至空运的中心 要转型成为科技创新员 那也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 习近平在拜访香港 虽然过境但他不过夜 也没有做停留 但他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香港的科技创新员 这个地点就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旁边 而且他跟深圳非常的接近 就在深圳福田口岸的附近 那当地有一千一百多家的企业 那里面的员工也超过了一万七千多人 事实上我相信科技创新是 的确有市场 也是中国未来要发展一个目标 那习近平这次在这边听了简报 其实有针对几个内容 包含了就是在Inno Hong Kong 这边有AI 有机器人 还有所谓的生计产业 那很多人就分析说 其实习近平这一次 因为在武汉疫情的严峻的状况 他一直都不敢出进国门 这是他睽違两年多 第一次出了他本身的手艺范围 所以他相当紧张 第一个他可能自己怕染疫 那事实上我觉得也是因为 这一阵子他发现了这个 未来的生计工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国不能没有人才 疫苗在别人的手上 你没有办法发展经济 所以接下来香港会是一个 他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 那我们也观察到 前两天习近平在武汉的时候 他同样也是认为 科技的创新园区 将会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点 所以事实上他是有串联的 并不是说单单就香港 要拔除他的金融 所以必须要做科技创新 而事实上他希望是 中国外的发展是有科技串联 然后再用金融扶持 把他成就在一个 中国更高的地位 因为毕竟过去大家在讲 经济大国的同时 你必须要有研发 才会有经济的动能 我想这是习近平这次看到的点 是 知名特别提到 香港要转型成所谓科技创新员 那么过去他一直都是亚洲的 所谓的金融中心 现在的位置可能会慢慢的 转上新加坡去吗 那么香港跟新加坡 未来他们之间的彼此关系的 重要性又是什么 我们请博士继续补充 首先香港跟新加坡 中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他们共同特征就是 他们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像刚才先进提到的 香港或新加坡的法治 赋税或是资本的开放的程度 都是世界相对来讲 相对比较自由的地方 所以这是香港或新加坡的共同特色 那么香港跟新加坡的唯一的差别 或比较明显的差距在 香港比较接近中国大陆 而新加坡是东协的头 所以一个是以东协 面向东协的金融 而香港是面向中国大陆的对外金融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 那香港会不会被新加坡取代 我觉得国际的业务 可能会移转到新加坡 而香港会慢慢的剥离 剩下跟中国大陆的业务 也就是说今天的外资 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不太信任中国的话 跟退而求其事 他还是会选择香港作为总部 或者办公室 然后再转进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是香港 后续未来的发展的主要依靠 那当然这另外一方面 也回到说香港过去几年 也是呈现这样的发展 也就是第一个是 香港越来越加入一带一路 包含了会计 或者是投资的建议理财 另外一块就是刚才先提到 人民币国际化 甚至到数位人民币 都要在香港发行 所以这是香港后续的发展 是 谢谢博士 我们在晨曦博士 刚刚特别聊到 我们在请教小慧哥 因为小慧哥自己在金融业势业势业者 你怎么看最近业务上有一些变化了吗 包括客户上 有来自不同于其他的地方的变化了吗 另外就是在经过了这些纷扰之后 这个瑞士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做竞争力报告 有些部分名次上 包括他的政府效能 商业效能好像有降低 我不知道小慧哥 实际在当地的感受是如何 好的 那我们先提到 我们在业务上的一种嗅觉 因为我们从跟各地的客户这样互动的过程 那我们的确觉得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客户的活跃性是降低 那我想这比较 可能这个因素是来自于 可能中国大陆本身也开始面对一些债务危机 以及富豪这种追税的问题等等 所以在香港这边进行离岸金融的业务会慢慢的降低 那反之我发现在台湾这过去两年是非常的同胞发展 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因为在中美败易战之后 那台湾是占到当然欧美这一对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半导体科技行业受惠于这样大料的鼎丹 获利到福的攀升 同时也刺激了台湾本地的房地产或是消费市场等等 赚满手 对 而且包括这个QE的作用 在台湾跟香港完全不一样 因为QE 其实我们常说房价限降就是一个货币现象 那它推高了台湾的房价 可是为什么在香港没有了 甚至香港还是联系汇率制度 香港利率也在降低 可是房价不涨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有强大的卖 就是有许多人离开香港 许多数万个家庭离开香港 他们甚至都是赔钱在卖他自己的房子 对 都是赔钱在卖的 所以这三年从195年下半年到现在 几乎房价是一个正当的局面 这在世界也是非常罕见 非常罕见的局面 那另一方面我们提到竞争力 竞争力的议题 那在我实际的感觉层面 因为虽然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说 回归之后又谈到二次回归 是不是在香港会跟中国大陆内地越来越一致呢 那以我实际的感受不太一样 因为可能大家看到是很高层政治面的议题 当然是跟中国大陆越一致 而且那会落实在什么层面 比如说日进防疫的隔离措施 必须要跟中国的清零政策要维持一致的步调 可是我们实际互动的可能是香港的金管局 香港的证监会 香港的入境处 香港的公司注册处这一些跟我们营商活动比较有关的 我们发现这还是一个 我们口语上可以称呼它是高素质高效率的专业事务官团队 而且这些事务官团队他们其实在经济政策上是维持所谓 在经济政策上是积极不介入的角色 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 你不要干预我太多的商业上的活动 带有特定的政策目标 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有一些困扰 那我们在实际业务执行上可以自由放任 在公务员的互动上非常具有效率 那这在我实际的感受是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除开国安法的疑虑 以及入境检疫的措施还摆在那边 其他都是非常有利的环境 是 谢谢小辉哥的补充 好 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带大家关心 香港它刚刚我们提到在经过第五波疫情之后 随着北京一起来实施严格的清零政策 其实它今年首季的人口流出达到14万人 那么我们来反观一下新加坡 今年首季人数 这个就业人数的部分是年增了4.7万人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心 好 香港从去年底第五波疫情爆发 那么港府就随着这个北京来实施清零了 今年首季的疫情攀升也导致大批人撤港 那么根据港府数字显示 香港今年首季约14万人流出 其中劳动力的部分人口也持续下跌 光是三月到五月劳动人口数374.5万人 年减幅就达到3.8% 创40年最惨记录 如果我们来看人才的部分 先带大家来看到是金融保险业 香港今年的这个流失人才达到7000人 那么新加坡的部分我们带大家来看到是 年增了4000多人 那如果我们来看是今年首季的整体来说 新加坡是增加了4.7万的人 所以金融保险是这当中增加比较多的人数 那如果是特别来看到资通讯这些产业的话 香港也同样是在流失了2800人 那么新加坡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增加了3700人 那么不仅仅是这个产业而已 金融管理局也就是香港的这个总裁 他受访也不讳言说他们的该局 去年人员流失率也达到7% 那么香港证监会去年人员流失率 更达到12% 有关于人才香港流失的问题 是否也去了新加坡或其他的国家 等一下我们来聊 我们来先继上一趴来聊一下 这个李家超上任之后 香港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来继续了解 自领 我们先从一些数字来观察说 大家对李家超到底有没有信心好了 因为过去我们在香港出差 或者是辉哥在那边当地 我们假日或是平日晚上去篮柜房 通常都一位难求 大家都会在街上 因为这个酒吧里面一条街全部都是人 因为大家都是外商在这边工作 但最近如果你去 从2020年隔离政策严格实施之后 基本上非常少外国人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少了一半以上 那我们来看一个人口外流的数字 2021年跟2022年的人口外流数字 在2020刚开始隔离政策的隔一年 2021年上半年移出的人口是1843 那但是你看到2022的上半年 就是前六个月就移出了13万4千人 那这13万4千人也带走了很多 本来在里面土地的资产 甚至它的存款 所以其实相对的投资 或者是说这个外商就也没有看好这块地方 那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到底是这个COVID-19的法制法规问题 还是说检测规定的问题 有没有这么的严格会影响到这么多 那后来我们也跟一些当地的香港居民 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聊 他说其实在动态清零这件事情 要跟中国起步是有点不可能 所以大家其实在看的是说 在反政府抗议之后 带来的是什么样剧烈性的改变 那当时其实6月30号 我们看最新的一波是有一个会议 是香港企业的高杰主管 全部都给李家超一个愿望清单 他们希望我们如果继续留在这边工作 你要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跟条件 但是李家超并没有完全的承诺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警察治国的身份 那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因为这一次7.1这个数字跟6.4 其实目前在香港都是很敏感的 那这个特别的日子 其实大家也在想说会不会今天有一些抗议的声浪 在街道上出现 那的确是完全没有 因为刚刚思敏在一开始上就已经讲 他是有严格的武装 甚至在这一天人流车流 在特殊的区域都是管制 而且也不能有无人机 所有的规格都是采取最高规格的保安措施 那甚至媒体本来邀约呢 大家都想要看到未来香港的经济跟展望 所以包含了CNN法新社 还有包含了南华早报 都是要到香港的当地来采访这件事情 但是也都被委婉的回绝了 所以其实在香港当地的居民就觉得说 你的新的特首上来 好像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提升 我未来的发展你也说不出一个所以感 所以香港人目前大部分对他的期待就是 没有期待 因为他们觉得他跟林郑月娥的差别是 当初大家都会说我们是香港的是一国两制 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还是有一个经济的主体性 但是这一次李嘉超他不装了 他直接说我直接就是对北京负责 我对中联办负责 他并没有讲出来 但是大家非常明确知道 他是在帮北京政府办事的 所以这一次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希望是慢慢的减弱 他就觉得说那我安身立命就好了 那这次习近平到香港当地 直接跟香港媒体会面也讲了四个字 他说香港是由乱到制 那这个乱到底是经济蓬勃 自由发展的乱呢 还是说这个制就是全部都under在 他们自己国安的体系下面的经济组织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他这个发展的确是没有希望 未来大家也在看说香港的这个转变 因为当地就有觉得说在过去 因为英系跟中国的治军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以前看香港的警匪片 你看刘德华还有这个什么无间道等等 他们都会讲yes sir are sir 对 现在都会说长官是长官 他们在路上已经完全不会用英国的称呼了 都是讲领导 对 领导 是要比较道地一点 然后敬礼呢 如果你仔细看照片 以前是手心向前 是英式的敬礼方法 现在是手心向下 所以大家都可以完全感到这个文化氛围的改变 所以基本上连带的经济 他们也会觉得相对来说 评估上就会比较保守 文化氛围的改变 然后经济可能大家也会比较保守看待 另外来看到的是这个人才 确实有外流的现象 是流向新加坡了吗 博士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看到金融保险业在今年首季 香港确实是流失蛮多人的 对 当然就是在去年时候已经说过 大概国际的人才大概香港会往新加坡移动 所以可是这个问题进步来看 应该分做三块 第一块是房地产的部分 就像刚才陈鲁刚才两位专家讲的 今年的房地产很惨 所以另外一个是我就要回到中国的政策 中国政策习近平强调的是脱虚 脱虚向实 就是说他不要去炒房 他不要去炒作 所以这也年代影响到 在香港的中概股 有些房产的很惨 就回到刚刚经理讲的 为什么中资企业慢慢的脱离 这是第一块 那这是房地产 第二块是金融业 金融业基本上还可以撑住一段时间 虽然洛商说新加坡的排名往前 可是另外一份全球的金融中心排名 香港比去年还前进一名 那新加坡反而倒退两名 那新加坡现在是第六名 那香港现在是全球的第三名 当然跟上海的距离越来越接近 他们三个的分数香港是715分 零到一千分 香港是715分 上海差一分714分 那新加坡是712分 所以当然在金融方面 香港还有它的优势 OK 那最后一个是科技或是整体有 这边提到科技专产 基本上香港著名的是炒房跟金融 他们对于半导体 像我们之前访问过香港的一些专家 他们根本不懂半导体 所以这一块也不会有太多人才 在流失或流入的问题 所以当然这边回到刚才上一段节目讲到 现在香港要发展科技 非常的有点荒谬 因为深圳本身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新创城市 所以你觉得是困难的 对 他可能是要给香港一些恩惠 优惠 像是对台三十一等等 希望香港能够发展一些制造业 这也是符合刚刚一开始节目讲到的 就是习近平想要脱虚巷石 我们不要再炒房 不要再玩金融 而且要做一些时事 OK 刚刚博士特别提到脱虚巷石这个观念 小卉哥你怎么看 确实现在人才也确实在外流 怎么样才能甚至吸引回外资 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香港人才未留这个现象 其实还是有点严重 而且关键因素大概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严格的入境检疫隔离措施 第二个就是国安法的实施 我们分别来说明 国安法实施是让这些对香港目前教育环境 社会以及政治环境比较失望的中国家庭 或香港的家庭 他们离开香港 那这些家庭可能就是移民到台湾 移民到英国 或是回到他本来在中国的原居地这样 因为他觉得香港跟中国差异不大 没有那种自由的气氛 何必忍受这边高养的物价呢 那另外一个是严格的入境隔离措施 它是让这些来自海外的专业工作者 我们都称为expect 他们会觉得这个城市本来非常交通便利 要往返世界各地都很方便 现在反而困守在这个城市 他们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不便 那可能就申请其他海外的工作 那甚至让其他有机会 来到香港工作的海外专业工作者 也不想来了 就申请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香港的人员流失 他并不是职位被砍掉 而是这些人员 他主动离开了香港 这的确是一个警讯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短期性跟长期性的措施 短期性其实很简单 你赶快把入境隔离措施 赶快松绑 就像台湾这样 从7加7 3加4到0加7 赶快实施 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商会 跟香港的商会一样 不断的去push香港的政府 赶快把这个措施给放松 你一放松 这个结就解开 因为现在的措施 在我们制作节目的当下 入境要隔离几天 从海外进香港 是要在旅馆进行 从中国内地或是澳门要在可以居家进行 那这一种方法其实是非常不便的 那照我们的理解 因为香港它还是要搭配中国的亲银政策 所以它不太能够主动自己去实施单独的入境检疫措施 这个是要跟中国一致化的步调 在这个亲铃的框架之下去进行 而且据我们了解 就是香港新的团队其实也不太想要去主动放松这一个入境隔离措施 甚至我们得到消息可能几年都不会放松 都会维持 顶多就是天数或是在家进行这种形式 因为他们觉得说过去海外人士 香港会动乱就是海外人士移动 勾结海外的这些势力很麻烦 那如果说能够用这种入境不便利的方式 让他们不要进来那很好 那香港就是一个很祥和的地方 那其实这个对营商是一个很不利的 那其实只要把这个措施放开 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另一个长期可能就是在国安法的时候 是大家有疑虑 那海外潜在的这些专业人士 他可能觉得这可能对他人身自由有潜在的威胁 那可是本地的政府会觉得 那你海外进来可能你要搞什么呢 不要进来搞是最好这样 可能双方就是要互相重建这种信任感 那我觉得这个道路还非常长久 好 小薇哥特别旧营商环境来 呼吁就是政府可以赶快开放 让这个外资可以更便利 那如果说我们继续来展望未来 香港跟新加坡在发展 刚刚特别也提到了 他们要推这个新创科技业 不管是新加坡跟香港 未来不管在科技或金融上面 可能各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 我们请博士来继续补充 香港我觉得基本上要做科技业 本身就是困难 那么再加上几个补充经理和专家提到的 第一个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在施行 那粤港澳大湾区里面特别强调的是 网路要连通 那大家观众已经知道 大陆的网路是不对外连通的 所以将来香港的金融或者科技发展 某种程度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它对外不是连通的 所以另外一个反正 这是两会的时候 就是三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跟政治协商会开会 有代表提出来 希望深圳能够跟香港一样网路自由 弄出一个网路特区 而不是过去时候刚才说的 把香港拉到封闭的网路 而是把深圳拉到开放的网路 把粤港澳大湾区变成一个 治外于中国大陆网路区域 这才有可能发展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新加坡的部分 我觉得有两个优势 或是 第一个它是东协的 主要的唯一开发的国家 排出问来 所以它的科技业本身就有一些 可是跟香港类似的是 它的制造 因为新加坡比较小 所以它的制造业实际上 也是跟中国大陆 呈现密切的结合 什么意思呢 它过去几年在中国大陆的苏州 或东北有承接制造园区 所以它新加坡的制造业是在中国大陆 而不是在新加坡本地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最后体制上面来讲 新加坡的政府体制当然相对于 自外于中国大陆 所以它的政策空间是比较大的 它可以决定要设或要撤 可是刚才像经理说的 香港连动态心灵都没办法自己决定 所以它就必须要被迫跟妥协于中国大陆 是 谢谢博士的补充 智力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我想讲一下 其实刚刚讲这个科技创新的确 我想呼应一下博士 因为虽然我们看到 未来四年全球十大科技创新中心的排名 新加坡是第一位 这无庸置疑 因为目前在欧美各个半导体 还包含了一些科技 RD的总部都是设在新加坡 但大家会很好奇 为什么中国香港也在其中 那我呼应一下 因为博士刚刚讲深圳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采取的这个策略跟措施是 民在香港实在深圳 那香港是深圳的一个腹地 但是因为它为了要 它本身在世界上的地位 所以它现在就是把排名都给香港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目前的感觉 那只是说 未来这个office登记在香港的同时 那其实实际的发生地就是大湾区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预期 大湾区是一定会有发展 只是现在在内政方面 如果在一个框架之下 相对的经济活动 一定会受到措施的这个限制 因为目前我们来观察金融业 我举一个辉哥应该不陌生的这个外资 花旗总裁其实在今年 Jan Fraser 还有摩根达通的执行长 Jamie Dimon 他们今年都有拜访亚洲的这个金融中心 但是他们都直接去了新加坡 他们全部都跳过香港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以往每一年 他们都一定会停留香港 但是今年是完全没有 因为他们个人觉得说 你如果要我报告 我接下来要去的点 我的人生自由是曝光的 你是侵犯到我的隐私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一点 另外其实过去在香港拜访的是 他们的客户跟职员 他们也发现很多客户已经移到新加坡了 或者是其他附近 比如说中国 或者是其他的欧美国家 并不是全部都聚集在香港 所以未来香港的重要性 我们也在这一次的策略当中 看到缺乏国际连结的这一块 未来如果真的要有一些 比较好的互动关系 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中国 还有外媒的友善程度 因为刚刚辉哥一直有提到说 过去有很多的外国人士 他们在里面的言论自由 是相对比较受保护的 可是在二次回归之后 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苹果 还有立场新闻 众新闻传真社 他们是全部被消失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自由度 有一些疑虑的同时 我觉得对于外资的投资 他们就是一个考量的点 谢谢 谢谢自令的补充 好 等一下下一条回来 我们来带大家关心亚洲国家 或者是亚洲地区 这个新加坡 香港跟台湾 在政经环境上都各有优势 那么三个不同政治体系的地方 会产生怎么样不一样的社会环境 甚至在怎么样影响 未来的经济发展表现呢 广告回来我们来持续带您关心 好 回顾这些年 中共日益强化全面管制 掌握了香港的主权 新任的香港特首李家超 又是警政系统出身 以他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 强硬手段来看 收紧对港的管制 几乎是既定事实 那么关于他先前公布的治港 政纲有哪一些呢 请国际中心记者 徐立山先带我们了解 立山 好 李家超是香港主权 移交以来第一位五官出身的特首 之前他在政纲当中提到 未来施政的四个范畴 包含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 加快建房跟精简土地供应程序 还有把香港打造成国际新创科技中心 还有文化之都来提升竞争力 跟建立关爱社会提升青年发展 基本上这四个纲领都是建制派关注的议题 也跟前特首林郑月娥梁正英发布的 竞选政纲大同小异 所以当时外界就批评了 好像是北京决定的唯一候选人是李家超之后 他的竞选团队才东拼西冲这份政纲 向市民交功课 给人极旧章的感觉 而且内容完全没有提到政治改革 意后振兴 更是必谈最近几年加深的中港矛盾 官民撕裂还有新闻自由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第一个政纲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当中 李家超再次重申会继续推动23条立法 什么意思呢 基本法第23条禁止的七类罪行当中 有两项 也就是分裂国家跟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已经被香港国安法所涵盖 其他罪呢 只有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 官方机密条例以及社团条例所涵盖 所以才要加快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另一个收紧管制讯号就是增设应急动员的机制 以及加强地区合作 所谓的应急动员机制就是从各部门抽掉人手 来组成队伍来应对新危机 这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官僚系统的用语 强调在重大公共事件及危机发生时 以此来建立一套权力集中资源集中分配的指挥跟执行体系 再搭配这个基层动员 也就是地方成立了系统系义工网络来支援政府工作 概念就像中国政府建立的居委会啊 街道办等等 这样的基层管理跟监视组织 由此可见 李家超率领的内阁就如同中共驻港的纪律部队 也反映出未来以国安为重的治港模式 好 谢谢栗珊 刚刚栗珊特别提到了李家超 未来是五官治国 对香港会有哪一些影响 我们等一下带您持续的来探讨 亚洲国家现在包括了新加坡 另外我们来特别来关心 另外还有香港跟台湾来做一些比较 在政经环境上都各具有优势 未来这三个地方将会因为不同的政治体系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氛围跟环境 又各自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又会如何影响到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先来请教 在讨论政治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请教小辉哥 既刚才的人才问题 其实现在台湾人才 很多人会喜欢去新加坡跟香港来工作 台湾人才在这两个国家 各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又或者说有一些短处 小辉哥 好 那其实优势也不是说非常绝对的 但是台湾人的确在新港两地 有他生存的空间 那我们从三个面向来看 分别是语言 国际观以及工作态度 那在语言上来讲 我想台湾人相对新港人士的优势 就是普通话比较好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语 在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客户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一方面当然也比来自中国大陆的专业人才 你的英语会好一点 甚至台湾人他还有部分台湾人其实是很熟练使用闽南语 是在争取东南亚的客户也非常有优势 OK 那第二个是国际观的价值观的层面 那台湾他其实是在中西方的价值观的冲击地 所以一方面具有西方的价值观 以及了解西方社会的运作心态 另一方面有许多人也是成长 可能曾经在党国时代一路长大 也比较知道中国文化的底蕴大概是怎么回事 所以台湾人才其实比香港或新加坡人比较了解 中国所谓的潜规则或者是这些 中国的制度为什么会有党委这种党政的关系 那台湾人是比较敏感的 那相对于新港人士 他们其实是真的是比较纯欧美或西方的这种价值体系 他们这种都需要重新再去适应 那在工作态度上我想台湾人比较具有亲和力 而且重视细节 相对于新港或是中国的这些专业人才 那但是我不觉得这三个优势是很久无变的 因为我也发现到年轻的一代 其实也慢慢都差不多了 谢谢小卫哥 好 关心完这个有关于人才的问题 我们来持续带大家关心的 就是香港它现在在政经环境上面 之前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司法制度 所以他们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现在五官治国的李家超上任之后 主要还是尊重中国的决策 未来这个香港的过往优势还会在吗 我们请教博士 另外就是说如果不在了 那对香港会有产生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香港现在可能慢慢走向 就是像中国大陆那种精英治理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2012年之后 现在经济不太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西方的媒体或学者 就已经谈出来民主倒退或者威权扩散 好像这些威权国家的经济通常比较好 包含了中国大陆或新加坡 那美国好像都不太好 所以是不是要回到威权 才能够把经济给拉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所以有些人会认为 这样的情况下 威权国家会能够带起经济 所以这边必须说的有几个东西或观念 第一个是香港或新加坡 他们特色是他们非常的小 就是城市国家 所以这种是威权还可以 某种程度可以控制的范围 所以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威权 在这种经济不断的发展的情况下 这也就接触到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经济成长阶段是不同的 但早期的台湾或韩国 或是香港或新加坡 他一开始大家或是中国大陆 大家一开始的经济水准都很低 然后政府比较的专制 可是等到经济起来之后 然后开始趋缓 所以某些国家都开始 像台湾或者韩国或日本 就开始变成了民主国家 因为他没办法透过 经济当作正当心或政绩的诉求 所以都回到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 开始要喊共同富裕 就是不再强调经济成长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 香港如果要当靠经济 精英治国 我觉得它最大的限制在这边 那么回过头来讲 台湾面对这种精英治理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各位观众可以回到美中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中川普或拜登不断强调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产业补贴 我以为这种东西以后如果香港要发展高科技 AI等等 我相信中国大陆的钱一定会往里面砸 政府的钱会往里面砸 所以就形成一个不公平的贸易 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多 台湾没有这么多的政府补贴在里面 而它有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价格破坏 比如说像早期的太阳能板 中国太阳能板 只要中国生产什么 那就会破坏那个价格 然后把全世界的市场都打趴之后 剩下它一家怎么做都可以 所以这是我觉得后续比较担心的问题 或是民主国家的问题 是 政治这一题资历有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其实在整个政治环境改变之后 我觉得想要强调是过去大家都在讲 齐头式的平等 但它事实上 在经济体制当中不是真平等 所以未来如果要打破这个框架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度 我们从这一次李家超 他7月1号的这个接待规格 其实可以看得出一点点端倪 观众朋友你可能还记得 当初这个连战就是去对岸参访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小学生说 连爷爷您回来了 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香港 这个习近平去香港 香港人过去是英国治理 所以其实不管是在金融机构的开幕 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剪彩过年 都是五龙五十 但他们这次在五龙五十之外 也安排了小学生列队的欢迎 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形象工程做得很用力很重要 但是缺乏了实质的效益跟内容 而且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 这是目前香港人民觉得说 有一点点在这个所谓五官治国的文化上 已经明显的看出了这样的改变 甚至说在李家超的团队他们也在看 对不起 因为过去香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 都可以听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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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非常快有效率的这个节奏 但事实上现在如果你要做任何事情 可能要必须有高层同意的批准 你才可以行你自己本身要走的这个路线 所以大家对于未来都会有一些 不稳定性的疑虑 那再来就是认同感 因为目前虽然李家超的团队 相对来说是得到北京政府的认可 但是有一点 其实7月1号 为什么习近平取消了晚宴 也不住宿 其实他对于李家超团队 我相信还是有一点点怀疑感 因为如果我很信任他 我就直接在香港了 我要宣誓说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那香港整个团队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但是目前我觉得他对于这个 不管是外面形式的包装 跟里面经济的内容 他还是有一点点疑虑 或者是没有办法一把抓的 所以其实目前还是有一点点 角力战的味道 是 谢谢姿琳的补充 香港是这个所谓未来是五官治国 那么也可能是爱国者治国 那么新加坡是精英治国 台湾是民主政治 未来这三个地方 可能会产生怎么样子 不同的社会跟经济上面的不一样 等一下下一条回来 我们持续带您关心 好 新加坡是精英治国 香港是这个爱国者治港 台湾是民主政治 那么在政治制度上各自的优劣势是什么呢 台湾如果说要同时能够兼顾所谓民主多元的声音 但是又要顾上所谓高效能的政府这个制度 到底要怎么做到 我们先请小辉哥来帮我们分析 好的 我想其实许多人崇尚这种精英治国的制度 但是在台湾是比较心不通的 因为我想大家会怀念在蒋总统的时代 或者是早年这种1980年代到2000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那的确是一个国家从低度发展的形态到中等发展的形态 那一个过程那一个路线是比较简单 大家有潜力发达国家的发展潜力可以观察 你只要一个精英统治阶级 那透过整合生产要素的配合 那只要不太要兼顾这种勞动法律 去妇女保障或环境保护这些目标 只要采取单一价值观 脱贫 发家致富 那其实很快就可以把经济给搞上去 但是中度发展国家 开始会面临一个所谓中度发展的陷阱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往上一个台阶道 高度发展的国家 那个形态你怎么办呢 其实就没有一个精英可以告诉我们要怎么走 你需要多元的价值观 广纳更多的意见去采取你最合适的策略 那我觉得台湾应该是要继续保持现在的发展形势 那香港是我们或许可以很崇尚 它的快速经济的发展形态 但那个你 其实大家比较少探导它的代价 因为它还是单一的价值观 它比较难以去解决贫富渣距 或者是这些抑制奢侈性消费 或者是耗能性消费的这些问题 因为香港是简单税制 它没有办法用累进税制去调节所得 不均的问题 它也没有办法透过消费税去解决 奢侈性消费的问题 它也没有办法透过产业政策 去发展高新产业或是战略性产业的问题 这就是香港现在的现况 我觉得香港或新加坡的路线 并不是台湾需要去选择去寻找的路线 是 谢谢小辉哥 博士你怎么看呢 看说香港跟台湾的差别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需要澄清的观念是 效能跟效率不一样 效率是行政效率 我很快的时间内把一件事情做好 效能是我很快的把它做好之外 我更重视它的产值或报酬 是不是达到应该有的地步 那这样讲有点抽象 最近一个新闻 中国大陆的千年大计来百年大计 雄安新区 它的高铁站很快的建好 可是只有一辆列车从里面经过 所以它没什么效能 它只有效率 所以威权国家特别强调效率 不见得会把事情做好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可以把事情做好 它的负债就不会这么多 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台湾就不必太过担忧 那我再继续请教小辉哥 过往的香港优势还会在吗 我觉得我会采取两个观察点去判断 这种优势是否是开始丧失了 这种环境就是一个是在于公正的司法 以及高校连结的政府公务员的团队 那其实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香港的法官跟公务员的选任 是否开始转变 这种制度是否开始对大陆人设 开始方便之门 让大量的内陆人士 可以到香港来任职 那这可能就是开始替换到 原本他所培训的团队 另外一个其实也比较关键就是 中共或许会开始允许 这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现象 是否允许所有的各个政府部门 开始建立这些党支部 那开始出现行政不中立的现象 这也是我们越来越关心的部分 希望不要看到那样的形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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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